酒駕闖进桃源观光夜市 摊位和路边机车全遭殃 凌晨三点多 一辆灰色造车闯进了夜市里头乱撞 而这一撞不但是自己的车头严重凹陷 娃娃机店面的机台也被撞得东倒西歪 一片狼藉 店家粗骨损失大约有二十多万 警方到场时造车还没有熄火 将人强制的拉下车 实施酒色发现他竟然高达1.05 远警大声呵斥要灰车内的男子 熄火下车因为他酒驾上路 酒驾上路 酒驾上路 黄汤下肚惹出意外 一旁遭波及的娃娃机摊贩和车辆 回的回坏的坏 吓坏众人 众人脚边城市机台的零件 另一头的机车和乡行车也无故遭受波及 而这起意外就发生在五号凌晨三点多 当时远警发现这辆灰车在桃源某路口 高速闯红灯急转弯鸣笛示意 但车子却加速逃逸逃到桃源观光夜市内 推撞路边车辆再撞毁娃娃机台 业者赶到现场看到一片凌乱 真的好无奈 这一间店都是你们的就对了 那这样损失多少钱 三二十几人生 对啊 一男一女 男的开车 然后都蛮年轻的 然后女的下车处理 男的就 酒醉了 索性事发当下夜市已经休息 没有酿出人命 但男子酒驾酿货 业者掐值一算 损失超过二十万元 后续肇事责任和赔偿可不小 记者林珠强 桃源报导 对啊 桃源报导